這支部他們挖了一個坑 然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痛恨言文 是非常痛恨言文字 那為什麼呢 原因就講說第一個在WCZ 國際標準的話的時候 我提了一個案子 在CSC中英國會的關於Found Family 希望讓凱記變成Found Family Curse 可以簡單的使用這樣的東西來處理 然後老外的反應是這樣 但是過了幾天之後呢 他們就提出為了讓那個 Emoji 因為我們知道有些是那個黑白有些是彩色嘛 希望能夠區分黑白跟彩色 所以他們就提了一個叫做Found Family Emoji 然後就擺一個這樣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Surrogate Pair 我們都知道有講說 UniCode有所謂的BMP跟SIP 大多數的有四萬多字的漢字是擺在第二面 那擺在第二面的話 他用了UTF Log 他叫處理層 所以他叫處理層 他叫Surrogate Pair去處理 然後你會提出希望大家能夠升級 然後再買四一口 他就有UTF Log 第一扣變碼 然後他的反應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 那個Emoji 使用的是那個 使用的是第一面 然後他也在使用Surrogate Pair 然後那個反應就是這樣 所以我非常非常痛恨言文字 但是問題是 言文字就是人類文字 人類文字進化對中的形態 所以你現在那邊的狠拍也沒有用 所以你要面對它 就是要面對它 好 問題是在於說 言文字的東西來自日本的手機 他們手機以前用K代電話 他們有很多的製造文字 然後編碼到言文字裡頭 所以你可以很簡單的去講說 我今天飛到日本 然後到東京 吃了Sauce 吃了Odan 然後吃了拉麵 都那麼好吃 然後坐新幹線 到富士山腳下 香根泡溫泉 以後我不能講 但是我今天飛到台灣之後 他們後面有看什麼東西 我沒有看到言文字來表示 這個不是一個 屬於文化的缺陷 所以說沒有人會幫你造 因為沒有人知道 你的文化內涵是什麼 然後我今天就挖來 看見自己的言文字 希望大家可以看過 他們好像提出自己的提案 這個不是那麼急的事情 畢竟不是很快就要選舉 所以我們想要 就馬上提出來 至少我們在一年內 應該可以提出幾個文字吧 謝謝各位 好 謝謝鮑魚 下一位是